來到實現訪談直播 我是張水燕 今天的嘉賓是香港網媒創辦人 江家偉 節目師好 你好Lily 各位觀眾大家好 是 今天節目是想跟大家講一下 831到底是有沒有死人呢? 這個話題都是比較沉重一些 我們分上下集的 下一集就是在下個星期四差不多接近8月31日 有請我們的姜牧 多謝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們講的話題就是圍繞著831 就是香港警察無差別襲擊站內的市民的事件 這件事其實是一個香港人對於我們來說很大的傷痕 就是繼這個721事件之後 是不是? 我們也都是在公眾認知上面 和在媒體的報導上面 我們都是很清楚看到 一班伸穿下這個蓄籠的裝備的警察 和防暴警察 都是有去現場無差別的襲擊一些的市民 那他們也都 我都再提一提大家 就是可能日子有些久遠 可能大家有些小細節會不記得 就是例如他們會加裝一些的金屬圈圈 在他們的警棍 這樣令到受襲的市民是頭破血流 就是這個是他們刻意去做一些這樣的事 就是怎樣?加這個金屬的圈 就是什麼圈? 它是平時用來去 那些金屬圈是用來窄那些水喉用的 就是固定一些 是的 是的 它是特意裝進去警棍裡 那於是因為你警棍打下來的接觸面 其實未必立刻會穿頭的 因為它叫做有一定的接觸面 但是如果加這些圈圈呢 它那個接觸面就很小了 這樣就變成了那個攻擊力就很強 就是等於我們拿一個很尖的東西 像銀塊玻璃一樣 就是那個點是很厲害的 我說零 那本身可以說那個棍呢 那條棍本身說可能表面是比較平滑的 那如果加了那些東西進去 就是圈圈進去之後呢 就變成一個好像一支尖刀啊 或者是一個硬襪啊 可以立刻打到人頭破月流這樣 嗯 是的 沒錯 所以其實他們每一次揮棍呢 都是一定是大量的傷者 那麼我們教會那時候就 因為都已經過了幾個月了 就是整個反送中 那麼我們慢慢就有組織到一些的急救隊伍 那麼其中有一隊呢 是進到去 就是當時當刻 是進到去太子站裡面呢 是幫忙是做一些急救的工作了 那麼他們是其中他們的隊長呢 是接受過這個TCTC的 這個叫做戰地急救的一個訓練 那麼所以他呢 就會可以很清楚明白 就是除了一個普通急救的方法之外呢 他們還有一些方法呢 是很快地取材地就要達到一個效果的 那麼他們呢 就在現場的觀察呢 他跟我說回 因為每次完了 我們大家都會開會 聊一聊 那麼我們的裝備會不會有變啊 我們的物資會不會有變啊 那樣的 那麼那次呢 談起831 那麼他在園台那裡幫那些傷者做急救 那麼一樣 有骨折的個案 也都有人事不醒的個案 有些就是剛剛所說的頭破血流 是不是 那麼人事不醒的個案 這一點可能大家就會覺得 咦 咦 這一點就是我想知道了 大家想知道了 到底有沒有人死呢 那天 那麼我們開會的時候談呢 談到有一個case是他親眼目擊的 那就是已經是打到呢 是有失禁的情況 有失禁而又人事不醒的 這些個案呢 有機會呢 有機會呢是傷及脊椎 又或者是 其實距離死亡已經不遠的了 那 那麼你再想想一下那時候還要延遲了 4個小時 還是5個小時才把傷者送去醫院 那麼你想想一個這樣的case 那大家會不會用一個正常人的心態都會想到 就是 那就是 是的 就是那位受傷人士 到底生存到他的希望有多大呢 是不是 那一路延遲下去的原因都是因為警察 香港警察一直都阻撓 又說要抓犯 又躲有路 那於是乎就 令到有很多人是應該被 獲得拯救的情況下呢 就是有很大機會是會失救的 那就是說香港警察呢就打傷他 然後呢就延遲一些時間 那麼有機會有人會因為這樣呢 是會不幸過身的 那麼所以這個是一個親身經歷 是一個實證 那麼另一個沒有死的手足呢 就有特意找我 跟我聊天 那麼他呢就是給 他搭地鐵而已 是的 他就是給香港警察呢就是 拔起 因為他的身體比較輕 是一個很瘦的男生 拔起凌空再踏下地 然後呢再拿棍子 那麼他這一條鎖骨呢 是打斷了 打斷了 那麼他跟我說呢 當時他送去醫院之後呢 他醒了那一刻呢 他是看到呢 是有六七個防暴 在他病房那裡看著他 就是這個就是他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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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出院了 就是他去做擔保啊 那些 那些手足 整個過程沒有任何一刻有防暴警員離開過他的視線 即是說其實被抓了受了重傷當時的手足 其實很多都是被嚴格監視的 我可以這麼說 他很害怕這位朋友 我叫他阿熊這樣算是代號 阿熊他是去年 我一直都有跟他聊天 他到去年才夠膽走回去近一點旺角的位置 因為已經對他的情緒和精神健康造成一定的一個崩潰 他沒有辦法可以覺得自己可以安全地走進一個地方 也不覺得自己可以安全地離開一個地方 這個是一件很遺憾的事 是啊 就是說出現了什麼事情之後 我就很長時間都接受不了這個現實 也都不敢靠近一個地方 我也很明白 還有我想放你給我那條短片 但是就放不了 他說有什麼限制之類 是啊 那我又打不開 是 不要緊要 不要緊要 也都有一個挺遺憾的消息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如果有看到 《時代革命》這一套紀錄片的話 《831》當日有一個急救員很出名的 他就是站在一個站那裡 那個站就下了站 然後他就舉著一個牌 寫著人道拯救這樣的牌 舉著一些白色的旗 在那裡哭 然後就叫警察讓他進去 他說 他說 阿Sir我給你裝備啊 你給我進去救人啊 然後跪在地上哭 這一幕其實是很感動的 我想如果大家有留意 那段時間的新聞 這一件事是挺觸目的 但是日子久了 也都對家的懷抱很溫暖 現在他就改變了立場 變成支持警察 這樣 所以真的怎麼說呢 有些事情是 他是一個很年輕的小朋友 當然沒有問題的 立場的事情 你自行選擇的 但是 那個 當我自己得知到這個消息 也都證實了之後 有些晴天霹靂的 因為我也覺得 曾經他也是一個很敬佩的年輕人 可以去到這麼準 是的 也都 為什麼會變得這麼厲害 又去支持警察 明知道他親眼看到警察 打人了 不給救人 現在為什麼又轉了方向呢 其實是因為這樣的 他對於 急救員身上的裝備 他會比較偏向軍用的那邊 不是那麼偏向反光衣那邊 即是急救那時候很有趣 分了一些 有些少少不同的 日子內有些少少不同的 裝備 或者裝束的一些分別 我們那時候會有一班叫做 軍裝FA 我們會穿一些軍裝的裝備 在身上 那有一些就會跟回歐洲 救護車 救護員穿那些 stack pack 那些才是標準 那時候的裝備 就是這樣去分別 有什麼區別呢 就是這樣去穿呢 其實沒有區別 其實沒有分別的 我自己兩邊都覺得 沒問題 你喜歡怎麼穿就怎麼穿 這個是裝備的這些自由 我們又不是一個統一的隊伍 我們都是自發的 所以其實沒有必要 有任何的統一性 反而大家穿自己覺得舒服 你拿你的工具是方便的 最重要是這樣的 但是 但是 對於群眾來說 會不會是有 會不會混淆呢 有些應該不會 是的 有些群眾 有些群眾的確 會不認了軍裝 救護員是警察來的 是的 因為我們真的會戴戰術頭盔 我們是會穿 我自己就會穿避彈衣 那時候 那時候 所以呢 那時候 是會有些 是有這個憂慮的 的而情 那這一位年輕人呢 他就 因為在一些裝備上面 開始穿到軍用到是有些 沒有需要的裝備都開始出現 例如夜視鏡啊 例如 敵我識別燈啊 這些 這些是根本 變了慢慢呢 有些人就不太喜歡他 好像出來做show那樣 那樣 那然後慢慢慢慢呢 就被 被一些手足就排斥 那然後呢 啊 對面的警察呢 又很欣賞他的裝備 反而 哈哈 那接著於是 慢慢久而久之呢 就覺得 自己人 其實自己人批爭 是挺痛的 就是 我自己都面對過 是 對家溫暖肯 那懷抱很溫暖的時候呢 有時候就會 始終 始終是一個很年輕的人 就是我不會怪他什麼 但是他曾經有付出過 是的 但是就 希望 將來香港再有一天 有大是大非的時候 他會 他會可以再想清楚 他要表的是什麼態 那這個 希望 希望 時代是會令人改變的 是的 是的 除了831 還有沒有其他的想 和大家分享呢 都 都有一些的 我最近在台灣 上次看過夜市那個位 是的 剛剛有個叔叔 他就穿著 穿著 穿著 Tom Cruise拍的那套 top gun 因為中資 切了支 那套戲 切了支之後 他立刻可以做那些日本旗 台灣旗 聯合國那些樣子 那麼他就特地 他穿了一件衣服 走過來買飯吃 哈哈 然後我們就 餐車那裡是嗎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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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沒有看到 上次沒有看到你有餐車 就看到有個 那個檔口是不是餐車來的 因為看不明白 那個檔口其實就是一個餐車 是的 哦 即是可以推的 一個餐車 是的 沒錯 我明白 然後他又看著我的帽子 然後大家就相認 哈哈 相認 是 挺好的 是的 他是一個住在西雅圖的台灣人 哈哈 哦 即是住在美國嗎 是的 住在美國 是的 嗯 挺有趣的 有這些經歷 是的 可以有些 symbol 大家是可以相認的 那另外緬甸那裡呢 可以說一下 緬甸那裡有些新消息 我自己的台也沒有微博 緬甸那裡應該 我在台灣認識那位緬甸手足呢 他準備下年一月就會回去緬甸 那也就是說 現在反軍政府那個趨勢呢 是很厲害的 厲害到他們有信心 在今年11月12月就會佔領機場 那佔領了機場呢 那他才安心回去 那他現在已經在計劃回家 那我昨天遇到他了 我和他聊天了 那接著我 我很感觸 就是我很替他開心 他可以回家 但是我還不可以 哈哈 這個是一個和平理性非暴力 還有這個武力抗爭的分別 這個 是啊 但是他是不是確定 他在安全的情況下才回去好 嗯 因為他姐姐呢 就在前線呢 和一些 和軍政府呢 搏火的 那他是拿到很準確的 前線的 那個戰報 那所以他有這樣的預計 應該就 這個民主和民政府 應該就 很有信心 要拿回軍政府的 具地 就是上次我不是有提過 他只剩下15%的地 現在軍政府控制 那現在他 那15% 不幸運的 幸運的就是只有15% 很少 不幸運的就是那15%裡面 包括有金融中心啊 有機場啊 港口啊 這些重要的地方 那如果他講得出 說一月回去呢 那應該就 反抗軍那邊 他們應該會 開始佔領一些 重要的地方 那這個是一個 是緬甸抗爭的起信 嗯 是 那講回台灣啦 台灣現在呢 就是令人擔心了 就是 還有很多人認為 這個 這個共產黨 沒有什麼所謂 如果是 就是靠不到美國的時候 就靠共產黨 靠中國了 這樣 就是 有這些思想啊 我覺得就是 台灣 我覺得都是 很令人擔心啦 你這方面是怎麼看的呢 有不少台灣人有跟我說的 就是如果中共打來 真的打了 打到來 那怎麼辦呢 有很多人都會說 我直接走的啦 直接去美國啦 或者直接去其他國家 有一些 有一部分是不佔而行的 那很極端的 然後有另一個極端就是 就是 就是 年紀大到 七十幾八十歲都說 都說要拿一支槍 沖水和他死過的 要保護國家的 要報效國家的 其實這個就是 台灣的 國民教育上面 公眾認受的 那個差距 就是 到底自己國家有事 是不是應該 拋棄他呢 就是我講的 逐點的一個例子 你太太 被人入屋強姦 你是不是拋棄你太太 就叫做解決問題 就是這件事 是一個 很應該是 要將國家 看為自己很重要的 一件事 不能夠說 我 他這裡安逸 我就在這裡賺錢 你這裡有問題 我就走 那這個是一個 居民的心態 就不是一個 國民的心態 所以這個是 要認清 自己的國民身份 自己和這個國家的關係 是甚麼 那才會有些轉化 當然我們 我們香港人 曾經發生的 反送中的事件 這個也是很幫助到 海灣人認知 何為一國兩制 何謂那麼產黨 那這件事是 有一個作用 所以我們在台灣 都很努力去告訴 台灣人 香港已經 這樣了 台灣 不要 給它有機會 成為香港2.0也好 或者成為一個 獨裁的台灣也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信息 那我都會盡我的努力去做 還有一本書 其實給他們看一下 會好一些的 叫做《狗平共產黨》 你有沒有看過這本書 那時候在旺角 大紀元 法輪功 他們有派給我 我在現場 他們有給我解釋 是 很好的 那時候的義工 有看過《狗平共產黨》 是啊 要給台灣人知道 就是 共產黨是什麼 要他們明白這個 認知到清楚 其實共產黨是 非常之邪惡的 一個政府來的 那如果真的 讓他們進去台灣 那就是 台灣就已經 可能變成大陸 可能比大陸更慘了 所以一定要他們明白 要認清楚這個共產黨 如果是要他們認清楚這一點 我真的建議你可以 跟他們說 去看一下這個《狗平共產黨》 到底共產黨是什麼呢 在《狗平共產黨》那裡 是說得非常之清楚的了 是啊 沒錯 我說要認清楚你的敵人是很重要的 就是如果不認清敵人 其實是一個很危險的事 你要知道對面是拿著什麼牌 他們的玩法是怎麼樣 這件事很重要 那 是啊 沒錯 這件事是要有一個 有一個正確的認知作戰 沒錯 你說得對 是啊 我剛才跟袁爸爸和吳森 他們做直播節目的時候 袁爸爸都說 哎呀 現在台灣很多人都是 如果是共產黨打過來都沒有什麼所謂 共產黨可以依靠 居然是有這麼多台灣人 是這樣去認知的 真的非常之令人擔心 是啊 沒錯 我們一起努力 為了人類的文明 為了人類能夠走去更民主的社會 這件事我們始終要有些人犧牲的 也都始終要有些人要走出一些 有些人要在一些角色上面擔當一些重要的事 甚至乎有機會有生命危險的 這件事沒辦法 始終要有人做一些事情 希望大家到時候都支持 支持香港議會 支持不同的香港人的組織 大家有大家的角色 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機器裡面的不同的齒輪 我們都要一起運轉 應該是要繼續公眾支持 還有公眾去理解了解 還有最好就是公眾的參與 這個是最重要的 是 今天的一幕 就繼續跟大家講一下831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 831事件跟現在接近五周年 上一集如果大家有聽到的 我都是披露了一部分的狀況給大家聽 如果沒有聽的話可以去聽上一集 接下來我會再講再披露的 就是講的是一些港鐵站 是一個維修部門的一些工作人員 他現在已經離開了香港了 對於831事件 在他們的視覺裡面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因為我們每個人在香港都是 我們是不同的持分者 我們看的東西的視覺都會有不同 但是我就會很希望他主動去接觸 不同的這些人 所以我就會知道 多一些各方面的真相碎片 這些也是沒有辦法 是港鐵會承認 或者是有人會出來公開講的 上一集我講到有 是這個在月台那裡被警察傷害的人 然後打到鎖骨都斷了 然後就送去醫院的狀況 也都有提及到這個 發生了事件裡面 有一個戰地急救的一個急救員 在他的視覺裡面 到底在月台上面受傷的人的狀況 到底他們距離死亡是有多近呢 這個大家可以聽到 今集就講一下 是剛剛所講的 就是一個叫做港鐵的職員 當然港鐵很多的這些維修工作 都是外判了出去的 但是他們穿的制服都是穿港鐵 當然這個是人工和福利 福利就會減了大跌 因為叫做外判公司 在這些外判的維修 港鐵維修的職員眼中 到底八三一事件 他們的視覺是一個什麼的 呈現一個什麼的效果呢 我有一次親耳聽到有一位的前職員 他是有經過 有經歷過 維修這個太子站的時間 如果大家依稀記得的話 發生了事件之後 那個站是封了一段時間的 大家是搭不了鐵路 也都是圍了板 好像大陸那時候 這個有鐵路意外之後也是這樣 圍了板很多人在獻花 大家的樣子 法治革命那段時間 香港也是一樣 現在大陸和香港 香港還大陸 大陸 所以做些事情也是很像的 那段時間 就不斷有人去悼念 那些人在鐵台裡面發生什麼事 其實沒有人知道 是因為圍了 一般市民都不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個港鐵站的 這個是外判的維修工作人員 他向我展述的就是 他看到 有一幫人 在封左站的情況下 聽清楚 你有沒有聽錯 我沒有聽錯 在封左站的情況下 有一幫人 就穿著 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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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沒有理由 那些手足可以下來了 是不是 那那些是什麼人呢 那大家可以想想 在封了站 圍了板 連警察都未必有機會下來了 就是正常軍裝警察 未必有機會下來了的情況下 就是有一幫這樣的人 在拍攝這些片 這個呢 其實就 完全是一個 希望去拍攝一些片段 可以做什麼呢 721的真相呢 這個香港政府已經是 就是中共政權下的政府 就已經是叫做不承認 是時辰的了 甚至乎最近期有8些人 上訴之後 上訴得正是沒有罪釋放的 是不是 這個是篡改歷史 篡改歷史呢 721事件 繼後就是821事件 就是對於香港人 最近代歷史來說 是一個最大的 和警察或者和政府 最大撕裂的事件 就是這個發生的事件 我們也都是留意到 有人去拍這些片 也都希望去篡改一些歷史 我在這裡要 帶前提要講一講 我不是質疑 任何前線手足 做的任何一些不合作的運動 包括是癱瘓這個公共的系統 合理的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任何國家要有這些 類型的社會氣氛 公共泄露系統 甚至不是運輸系統 全部這些都是會有阻礙的 只不過我是覺得 如果這些東西 不是出於抗爭者的首筆 而是出於政權下 一些人 特意拍這些片 然後去污衊我們 那我就覺得不可以了 除了污衊之外 還有什麼作用呢 我們可以知道 現在香港 你做公務員 就要被迫要看一些片段 要洗一下你的腦 這些片段 我有合理的理由相信 這些片段 就是做來 給一些人洗腦 甚至是將來 那些 現在大家看到 香港那些 旗隊 旗手 那些 小朋友開始洗腦 那些 這些片段 慢慢就會由 公務員 一直下放到 青少年的洗腦 所以 這個 我暫時可以想到的 他們特意去拍這些片段的理由 還要拿到這麼漂亮的角度 暫時唯一的用途 就是用作 篡改歷史 和為下一代洗腦 這個也是中共 經常用的手段 我看回他們 上面的一些抗爭 或者上面的一些狀況 他都會用這一類型的手段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證詞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證據 所以呢 那當然那位人士就不方便出鏡 那我就由我把口 就告訴大家 到底發生了月台 風暫風這麼久 是做什麼 是不是維修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想有兩成的時間是維修 我再舉一個例子 2019年的時候 我們 因為我剛剛所說 癱瘓這個 運輸系統 或者公共系統 其實是很合理的 交通燈當然是我們的對象之一 大家都很經常看到 會駁起交通燈 香港政府 為了要 真的他們可以 那個卑鄙到一個點 就是他們 特意找人去關掉交通燈 即是有些交通燈 抗爭者門是沒有去處理的 他們就特意找人去關掉它 那關掉它 那關掉它做什麼呢 那當然是製造交通意外 製造交通意外 之後 那個罪名轉嫁給誰 那就是抗爭者 其實他們就一直想污滅我們 污名化我們 這件事就是他們很想去做的事 但是很奇怪 那麗敦道附近一帶的交通燈 就被香港政府認識了 有人拍完片 是真的有工作人員 去開那個交通燈的燈箱 然後去關掉它 然後拍片的人 就問他做什麼 很多車在走 為什麼要關掉交通燈 那麽他就是一個 沒有穿制服的 一個便衣人士 那麽可以這麽隨便 他走去關掉交通燈嗎 那麽交通道路的運作呢 大家可能看到兩件事的結果 一樣 抗爭者撥爛就是沒得用 他吃就是沒得用 那麽為什麼他會 就是污名化抗爭者 而抗爭者撥交通燈就是合理呢 那這個東西是不同的 大家看到那個用處是不同的 他們那個出發點是不同的 他們的出發點 結果出來都是沒有交通燈的 但是他們的出發點是要污名 抗爭者 而抗爭者的出發點就是上坦這個社會 那就是完全不同的出發點 但是效果可能是一樣的 但是很奇怪 那一期呢 反而那個道路情況是更加暢順的 沒有交通燈 沒有警察出來指揮的 反而更加就是 那些車有用車 人有用車 車有用人 是啊 天有用 是啊 天有用 是啊 這個是我自己經歷的香港的抗爭 就是一個很大的體會 就是那種人多不亂 那種齊上齊落 所以都是很慶幸我的人生裏面 是有這個經歷的 是啊 就是中共什麼都做得出的啦 搞個交通燈真的很不易 那他們肯定做得出這一手的嘛 還有很多可能就是說 大家都不知道的 那麼 繼續說 還有沒有大家不知道的呢 其實都有很多的 比爾說你當時有沒有在現場 我在地面 在地面 是的 我就不在那個站裡面 因為那個站 因為其實地面已經有很多事情 有處理的 那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等於是在現場啦 就是那天晚上 831那天晚上等於是在現場啦 因為你地面啊 地上啊 都是在現場的嘛 就是你看到是什麼呢 是的 我在現場 我在地面那裡 就看到 就是都是那些催淚彈啊 跟著很多人受傷啊 警察又追著人打啊 大家 和你非又不斷 很虛陷地 要避開一些警力啊 那些 地面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反而是 有一段片呢 就是 大家可以上網找回的 就是這個叫做米報啊 米是吃飯的那個米 報是報紙的報 那他們是一個已經 因為香港國安法成立 所以解散了的一個網絡媒體來的 那他們就拍了一段很詳盡的片段 就是在那個月台那裡拍著那些警察 怎樣去打人啊 怎樣去 怎樣去 扯下來啊 然後不斷去 往他們的頭部 是攻擊啊 那跟著又拍到 是 將一些抗爭者壓低 然後不斷去打他們的關節啊 那可能有一個片段 大家會有印象多些啦 那就是戴口罩的男仔 他被警察噴完這些的胡椒噴劑之後 抱著他女朋友 跪在地下 在車廂裡面 那是 這個片段是一刀不剪的 到現在我都還看到是在YouTube那裡的 那大家可以找一下 來看看 就是因為我們有很大部分香港人呢 是完全是沒有經歷到在車站裡面的事情 那但是我們又很緊張這件事的 那我們可以怎樣去 令自己繼續記得呢 那就是可以看回這段片 那我可以看到車站裡面 做很詳盡的情況 那 很離譜的事情 那也都有一個的 可以說是不能說的秘密 那其實在車廂裡面呢 就是當這個地鐵 是開往這個太子站的時候呢 那當時車廂裡面呢 就有很多的乘客 就是高叫這個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 那這個 這件事 只是在車廂裡面的人才知道的 那在車廂裡面呢 原來當時呢 是有人打電話報警 那這件事呢 就是很奇怪了 那打電話報警 那到底是報什麼呢 那當然是報說 有幫暴徒在那裡 那些 那些藍絲小粉紅那些 那所以 為什麼警察 會突然之間 向著地鐵站 站內的方向進發 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有人呢 是在車廂裡面報警 這個是一個 曾經經歷 831事件 是在站裡面的人告訴我 那其實警察是去錯了越台 因為報警那條線呢 如果我沒有記錯去說 他報警那條線就是 綠色線 我已經忘記了 綠色線還是紅色線 其實警察是落錯了越台 其實報警那個車廂的人士呢 去那個站 因為呢 旺角站比較多不同的層數的 那其實是 他們隨便看到去到 看到有人下車 有人穿黑色衣服呢 就打 所以其實根本 報警那架車 就沒有警察到的 但是呢 打那個越台呢 就不是報警那個站 所以其實是亂來的 所以這個是又是一個鐵證 也都是有真實經歷事件的人 告訴我 其實我就不需要污衊他們什麼的 因為黑警就是黑警 不用特別的污衊他們 就是 我都是說真相給大家聽 根本他們就是沒有一個 專業性 警察應該被賦予的武力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法的武力 那麽多位 不要以為警察打人就一定是對的 當警察 無論是任何國家 他所使用的武力 是超出了公眾 或者是叫做社會賦予他的武力範圍的話呢 其實他們是使用非法武力的 所以呢 他們是 反過來 831事件是恐怖襲擊 他們不是 你要留意 他們是用速龍小隊 去 在現場 速龍小隊和普通警員有什麽分別呢 第一 他們的訓練已經有分別 他們有一半就會去了英國那邊受訓 即是有一半的訓練時間 然後另一半時間就會去本地受訓 那當然是一些當地的警官的訓練 龍小隊要出現的時候 或者飛虎隊要出現的時候 他就不是視你為市民的了 他是視你為敵人 這個是很大的分別 所以你看到他們用的姿態是用速龍小隊 飛虎隊都來過的 甚至是機場特工 sorry 機場特警 不好意思 機場特警 他們那個警察的車頂是黃色的 所以一來就很遇用 他們一用到這一類型的武力 就已經不是當你是市民 所以你看到他們完全是 好像毫無攻擊我們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 因為 我不是當你是市民 你不要跟我說 什麼良知不良知 我們已經是當你是敵人 無論你是老弱婦孺 大妥婆也好 守護孩子也好 急救也好 記者也好 當他用到這一類型的武力 他已經沒有了人權 已經是敵人了 你會不會對你的敵人說人權 文明一點的國家可能會有的 例如如果真是遵照這個 遵照這些世界公約 投降的話是不應該殺俘虜的 他們已經是沒有給這個空間 你可以看回 現在的意識形態已經是 我有個朋友準備 理大暴動案 剛剛上庭 他是一位大學講師 沒錯 他在理大學 但是他當時是有經醫生的判斷下 不舒服 他走不了 身體不適 在裡面 在醫療室裡睡了幾天 最後是怎樣 就是投降出來 可以 surrender 投降的話就可以走 登記資料 現在告他 投降不是就OK嗎 當時你說OK 現在說不OK 這一個就是 中共政權下的管治下的地方 他們那種的反口覆視 就是那種無限觀望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 很奇怪的狀態 所以就是 報警的那輛車 警察不是去那個月台 是去了第二個月台打人 這個是一個 這個也是大家應該不會知道的東西 那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可悲 就是香港的人權和自由的下環 就是 原來已經可以去到 使用一個敵對市民的武力 那這個是什麼玩法呢 是不是 那還是不是應該要留在一個 會 那個政府原來會 會 那是一個很不利的 其實我可以這麼暢所欲言 其實我在香港也可以 但是我又不想 只享受一次言論自由 然後又要坐牢 就是現在香港是這樣 那23條是離散了 是不是 最近那宗屠龍案 也是 現階段 叫做是有些 喜出望外 那當然 有一個手足就繞灌了 有六個放 但是 大家不要覺得很喜悅 因為這個 這個不是 一個最終的情況 就是有機會 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就是 律政司 因為他是有陪審團的一個案 那他沒有得上訴 那他可以用23條 或者用國安法再告他們一次 而他們的行為 就是就著他們一樣的行為 再去提告一次 他們 判了無罪的那些 我立即立即 拿一個passport 立即走 那些證物的那些都不要 不需要 是的 就是 不過 個人有個人的決定 那這個 任何決定我都尊重 但是 是的 就是留有用之推 將自己知道最多的真相 給公眾聽 多些 那這個是一個 是我目前 現階段 最大價值的地方 就是對於香港 沒錯 非常之敬佩的項目的 就是 千萬不要忘記 這些事情 是一定要記住的 還有 就將這個真相 就一直講下去 就是 就是說不要忘記 就是一到這個紀念日 一定要講的 一定要是告訴 所有的香港人 還有 特別是那些小孩 就是將來的 未來的那些 那些小朋友 都要知道 在香港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 在這個香港警察究竟是 做了什麼恩賜事 這些都是要給所有人知道的 是的 他有沒有補充 沒有了 香港人加油 大家保重 真的在看直播 祝福你們 祝福大家 是 非常之多謝 那我們下次再見 是 拜拜 拜拜 拜拜